無緣無故送的給我, 一定會有意 一定要分明甚麼是派禮物和送禮物 對 派禮物是到處派 派禮物是攬交的… 派禮物是攬交的, 送禮物是專一的 如果不是女朋友 就是普通朋友送的, 沒甚麼所謂 如果女朋友就真的有要求 如果男生收到一個女生朋友 無論是普通朋友 在曖昧我或是否 不是女朋友的異性朋友送的禮物 是否會立刻覺得 無緣無故送的給我, 一定會有意 一定會有, 女朋友有好救 一定會有, 是真的 我覺得很多人來做一些手工巧克力 然後每個人都會派 這些不算禮物, 這些不算禮物 我覺得要分明甚麼是派禮物和送禮物 對 派禮物是到處派的 派禮物是攬交的… 派禮物是攬交的, 送禮物是專一的 對, 如果突然收到那份禮物 你總是覺得… 一定有意思 有意思, 你會不會是 男生會喜歡比較物質的東西 還是會有心意, 自己的手工 如果不是女朋友, 即是普通朋友送的 其實沒甚麼所謂 送絲巾或送合餅都覺得開心 如果女朋友就真的有要求 對, 真的 你差很多 我女朋友主供心意派 心思派 其實她也是有實用派 她一年送過甚麼呢 不是聖誕節, 通常朋友生日 或情人節會比較大 那次送了一個相機給我 單磅相機 真的嗎? 還要是A3那種, 五位數 對, 然後男朋友通常 過時過時, 聖誕節都會說同一番話 是, 不要花錢 其實我不用要甚麼 不要浪費錢 女人一定會跟女朋友說 不要浪費錢 我想問, 究竟你要求她送手工東西給你 因為她經常做很多手工的製作品 是因為她知道你喜歡 還是純粹她喜歡做的? 其實我從來沒有要求過 但是第一次拍拖結婚的時候 她送一次給我, 我覺得很驚喜 我很喜歡 對, 令我很難逢 所以她每次… 可能聖誕節都會做 她覺得你很喜歡 其實她本身也喜歡做的 我覺得很適合她的 即使是物質的東西 還是可能是手工的東西 即使是物質的東西 她可能要留意你需要甚麼 那都是心思 是… 你們收過甚麼棒的東西? 如果曾經… 也好, 現在現任送給你 也好, 有甚麼棒的東西? 我知道 阿楓, 最多的是你 我收過一個銀包 銀包裡面攝取了卡套 我通常抽起卡套 銀包就放進樹包 經常不拿出來 然後卡套其實用到熔爛 我想她可能可以觀察到 第一年… 我想我跟她一起了 兩個月就已經是聖誕節 所以聖誕節就送了一套給你 對, 送一套 我收過一個還沒一起的女生 她就完完整整送一棵聖誕樹給我 怎樣了? 整棵… 她自己去花墟 真的嗎? 一個女生 抬了一棵聖誕樹 上了的士, 拿過來 很棒… 因為我曾經對話說 其實我很注重家庭 因為以前在加拿大 有花園 你真的種了一棵聖誕樹嗎 沒有種過 加拿大的花園 但當時真的想放在 聖誕樹的大小小的家庭 但可能現在香港小小 就不會特地有這種興致 說過如果家裡有一棵聖誕樹 她真的突然抬了一棵聖誕樹 因為你那麼高 很大棵 也沒有那麼高 可能半個人那麼高 沒有去到很高也很大 如果我收起來 如果我收到 我會說你介意不介意放在家樓下的大堂 對, 不介意放在家樓下的大堂 很危險 很危險 小小的, 但重點是什麼 其實沒有所有裝飾 所以最後是… 我要一起 負責裝飾關係 很細心 我要一起做 這個我覺得還可以 但會開啟一個情侶裝飾活動 對 對, 你有收過嗎? 也是銀包, 但有手工的元素 因為她自己去參加牛批班 去載給我 而且還要收的時候 我不小心看到這隻手都留在 有… 包著 然後我問她 原來真的因為載給我 所以全選了 還有銀包 她做了很多 例如MKW, 我的名字 很適合你, MKW 有打過中文字碼嗎? 沒有, 很難聽 我也是MKW 對, 跟我的做了差不多10小時 對, 有人在旁邊的專人紙 那你現在還在用嗎? 沒有, 已經破壞了 破壞了, 破壞了 現在那個女朋友 現在大一點 大家想收到女朋友手工製的 MKW的皮銀包 還是說有一個有牌子的銀包 我已經賺了一些有牌子的銀包 我選擇有牌子的, 我選擇有牌子 有牌子的 有牌子的, 真是兩種 搞錯 你看看你們 對, 我會想… 我寧願他們選擇有牌子 不想她辛苦 不想做, 車子都很困難 我寧願你選擇有牌子 我去廣西道那邊選擇就算了 假設我真的尷尬了 我女朋友送了一條KC的內褲給我 然後買一條不適合 這個真可憐 本來買了誰的? 你買了誰的? 她不是說這件事嗎? 買了誰的? 買大了… 這條腰大了的尺寸給我 那我就想… 上隊了嗎? 不是, 上隊了嗎? 我整天才上去 我先說一句 然後我就很尷尬 我想…因為我內心有點生氣 你怎麼這麼貼心 你應該檢查清楚 但我又不能生氣, 因為心意 你照著怎麼檢查清楚 我沒有照著, 我就表起來了 你怎麼表起來了? 你給了底褲做什麼 你太多了, 我放在那邊 你是不是每天都看著她 有天一定要穿著 收起來… 我今天要穿得起… 我要穿得起… 因為腰不適合 我30秒買了32腰 這麼糟糕 這件事我告訴你 可能你女生沒有做足功課 不, 我覺得… 你買貼心東西給男生是開心的 但看我這些就真的… 她是否沒見過 先撕掉尿尿 她是否沒見過你下半身 就是腰以下的位置 她沒見過下半身 她沒見過…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